保龄茶室一次爆发大规模食物中毒案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14名受害个案 其中两人死亡5名重症 在马街医院收治的一名女子 目前因为肝肾衰竭还在家户病房救治 她的姐姐也决定要捐肝来抢救妹妹 那么针对整体事件的元凶 卫福部也首度召开跨部会专家会议 专家初步认定是米酵菌酸的可能性最大 素食餐厅保龄茶室一次食物中毒案 风波持续扩大 截至28号早上通报的受害个案 已经多达14例 其中两人不治身亡 还有5人分别在北市北医复医 三总台北马街以及台南市立医院 家户病房抢救中 而在马街医院治疗的40岁无性女子 出现肝肾衰竭休克情况 目前还在昏迷没有脱离危险期 让姐姐相当不忍决定要捐肝救妹 有些病患她的假设是急性肾衰竭 也是可以靠洗肾来治疗 但是肝衰竭就目前没有很好的 刺激性疗法 如果肝脏已经进展到肝衰竭的时候 有时候势必需要用患肝来治疗 如果没有开到的话 死亡率可能高达五成以上 但是否能够捐肝救人 还要经过医生评估 为了厘清整体事件的原凶 为了服务手都召开 跨部会专家会议 会用专家依照临床症状推测 应该是有毒素引起 而且初步认定是米酵菌酸的可能性最大 包括食药署台大荣总等三家检验单位 已经下定标准品 预计下周就能收到 并且展开检验 稍微收集各个案例的临床表现 和抽血的结果 来去做综合判断 有一些特殊的细菌 不容易当即时培养 藉由检测它所分泌的毒素来做诊断 专家的这一个讨论的话 大概比较不偏向微生物 内生性的从这个食材出来 外面加进来的一些毒素 两者的几率 那去做讨论 时会受害民众不断增加 引发社会关注 外服务部强调会进行多种检验 也不会排除人为下毒的可能性 全力追查真相 记者魏田彦凌帆报导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加进行多种检验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加进行多种检验